今天就把小龙虾 走跟我一起盘它 我们就摆在这儿了 我们准备开摊了 白菜今天还准备了两份自己煮好的蒜蓉跟麻辣 给大家试吃 来看一下 今天白菜摆胎没啥信心 因为我们都是乡下菜市场 买菜的人年纪稍微都比较大一点 都是一些阿姨叔叔 他们不知道这个怎么吃 来试看看试看看 这个是不辣的 这个是辣的 好吃吗 好吃 吃看看 两斤四可以吗 翘翘给你 要吗 你好 25 可以好 可以 两个二 恶龙腾飞啊 这个是加了蒜头的 你可以夹这边 夹夹夹好了 好谢谢哥哥 谢谢哥哥 阿姨两间 三两翘翘的 三米 翘翘 7块5 五十五哈 五福临门 祝你 尝一个 好不好 尝看看好不好吃嘛 什么 万一好吃你在买嘛 你又咋夹了一个吗 呃 我是先过了一遍油 油炸一下 然后炸完加蒜蓉 盐巴味精 然后加水 然后直接煮成这样 我帮你剥 啊没事 我帮你剥帮你剥 来来来 好啦好啦好啦 吃一个吃一个 快来吃香 哈哈 他就是吃那个肉 这个配啤酒很带劲的 黑粥啊 不必啊 两斤一这么翘 算你两斤 翘起来的 翘起来给你 翘翘的 看一下帅哥 成哥两三斤杯 两三斤杯 好 自己挑啊 哦自己挑 帅哥你几个人吃啊 十几个人啊 十几个人 啊这里才一斤四耶 应该不够吃吧 这不全身都知道吗 不是哦 他那个头要去掉 只剩下那个壳啊 那壳也去掉之后 就剩一点点肉呢 哇那你是大老板呢 没有啊做点小生意啊 做点小生意 人家说穿人日拖的非富极贵 帅哥是穿拖鞋的哈 一看气质就不一样 低调一点吧 低调一点 我是摆地摊的 我穿的是水靴哈 三斤二 算你三斤就好 好吧 三斤是九十 那我就祝你生意长长久久 红红火火 来好话不嫌多 人与人之间多一点赞美跟认同 是可以让彼此喜笑颜开的 白菜笑着把东西卖出去 顾客笑着把好心情带回家 你们说 这是不是一件双赢的事呢 来小龙虾看一下 阿姨两间六两俏俏的 蓝牛啊 蓝牛的狗 啊 哎呦不要 哎呦小朋友 哎呀不要了 哎呦这小朋友好热情啊 还给我送雪糕了啊 都不好意思了 为什么要请我吃雪糕啊 哦你喜欢我 你们都喜欢我是吗 谢谢你们 这个我再请你吃一个 你自己拿 没事 没事我请客 你拿你拿 没事 喜欢吃就拿嘛 弟弟耶 你看 你给你妈妈说 这里12块5毛 阿姨算你10块 我们卖的只剩下 这最后一点点了 这些我们带回去 今天晚上做个 蒜柔麻辣小龙虾 阿姨要回家了 这些请你们吃 还有这些一人一只 来 我们把卫生清理一下 然后收摊回家 吃妈妈做的饭 走了 回家做麻辣小龙虾 今天挑战菜 没有卖的 生烟醉海鲜 跟着白菜局探索新的商机 走吧 生烟 雪酣 给大家看一下 生烟的 生的 我还带了这个 虾菇 然后还有我们这个虾 要来生烟 现场生烟一个 来呀 来可以接着来 新烟 来呀 先放蒜头 辣椒 还有一个神奇的东西 就是 秘制酱汁 来倒入灵魂酱汁 倒入灵魂酱汁 好了可以了 生烟醉虾菇 已经好了 给它最后放入一点麻油 屏幕面前的你敢吃吗 还有一盆虾 太久了 来 来了 阿姨是第一个尝试的人 第一个买的人 都是活的 这新奇事物阿姨们很好奇 来看一下生烟的 很好吃啊 可以试 免费试 25块一斤 来阿姨 我吃了你 第二个人 来试一下 免费试吃 刚好一斤 帅哥 这么翘 35块钱 这个以为没人买 大家还是愿意尝试的 来试一下 活的都是现办的 10块 阿姨 这阿姨刚刚买了25块 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现在又来了 三种二食 好 阿姨你要哪一种 好 吃螃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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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块 35 35 35 来来 看你做生意很 谢谢 很自信 对呀 本来能就是要 要自信 是是 阿姨黄瓜碗 黄瓜是送的 代价一盘 2块 25块 应该是宝贝 你看看 你败吧 哈哈哈 那个虾菇卖了好多 还剩下自己汁了 我决定去采行里面 现买一些活的来 现烟哈 阿姨 早上你那些卖完了 早上卖完了 很好卖 生意那么好 我以为没人买 原来大家还是喜欢吃的哈 然后等一下你帮我洗一下哈 好啊 现烙了哈 第二盘了哈 第二锅 你还要吃这个好吃啊 好 俩来 你试一下 没事啊 俩试一下 阿姨 没事 试一下 试一下 这个生的很好吃啊 很好吃啊 在我们农村 大家都习惯吃熟食 然后这种生食 我是菜市场唯一一摊卖生食 这种直接腌的 他们有点难以接受 看来有点臭啊 哈 帮我来抢你的 妈 来来来 生烟来 帮我来背啊 妈 生的能不能吃 可以啊 为什么不能吃 大家都爱吃啊 你哪里的 江西的 江西没有吃过是吗 可以 保证你好吃 试一下人家能不能吃 能吃我就能吃 不用问 这个可以吃的 这个叔叔好可爱啊 要面来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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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姨很好玩啊 好不好吃 利用好不好吃 好吃 好吃 哈哈哈哈 哈哈哈 呀 呀 啊 不要 好啊 13块啊 说10块来啊 3块买啊 哈哈 尾巴了 要收摊 算便宜一点 今天到现在 一共卖了400多块钱 你们猜一下 我今天 进赚多少钱啊 你们觉得 这个新商机可以吗 那我们回家吧 哈 你们有见过这样挑鱼的吗 今天白菜带了这只海鱼 来采养感激 看我是如何把它盘光的 走 卖鱼去 来 北野来 北野来 看一下嘛 白菜你今天为什么不找摊位 为什么要找摊位 我们今天就先不找摊位 这样挑着卖哈 走 北野来 北野来 今天凡是买鱼的 白菜就配姜哈 出门观风向 买卖看对象 阿姨来看一下鱼嘛 海鱼看一下很好很新鲜哈 你们可以猜一下白菜为什么这么挑就卖哈 两只一斤买到 两只 算你150嘛 一只算你75嘛 好不好 150啊 送你两个姜 来 送给你 这是送给你 一只15 30 30 一只30 你要拿一只 看一下 这只 看一下看一下 差不多随便你挑 好来 我拿袋子给你 看一下阿姨 海鱼海鱼 那一只50 那一只土鳖60 那一只土鳖60 新鲜的海鱼看一下 阿姨你拿去看 都很好的 30 30块 新鲜的 好谢谢啊 哎有送姜 有送姜 来 有送葱吗 没有葱 忘记带了 姜姜姜 送一个姜不客气 这个30 可以吗 可以成交 来你拿着 哎 带多你要是吗 好 50 鲁鱼叫多少钱啊 鲁鱼30 好 这个福寿鱼 越吃越有福 海鱼嘛 美女 帅哥 看一下海鱼嘛 吃了年年有鱼啊 看一下海鱼啊 一只15嘛 两只25嘛 好不好 这样子嘛 你自己挑嘛 嘿嘿嘿 这个饭姜姜很好吃呐 半咸水呐 新鲜的 你放心 姜啊 将来一换 好 祝你年年有余 好 谢谢啊 这个配姜很多人都会配 但是白菜这个配姜这个举动呢 是可以让大家对我印象深刻的 人品到最后呢 靠的都是人品 守信方德人心 诚信可迎天下 你们说是不是这么个道理呢 海鱼要吗 鲁鱼啊 你要多少 我卖25 你说了算 你想要你说了算 没事可以讲价 那那 22好吗 一斤六两多 快一斤七 阿姨来 我送你个姜哈 祝你那个年年有余哈 鱼月龙门 好 谢谢啊 慢走啊 最后一点啦 可以讲价可以讲价 好不好 来看一下 可以讲价 这种挑鱼的方式 你们是不是大家都是第一次见 我跟你讲 如果这些鱼哈 就随便找个摊位 就这样摆着卖 肯定没那么好卖 但这样挑着 第一引起大家关注 大家回头率高 第二 大家看了新鲜 就会过来围观 第三 羊群效应 人以为 人家以为在买东西 人家就越来越多 东西自然就卖出去了 来 要不要 赛哥 还剩最后一只鱼 跟一只土鳖 拿着这只鱼 去跟猪肉摊老板 换根排骨 回去炖土鳖 走 哎呀 还有一条鱼 跟你换个排骨 好不好 你看一下 新鲜 包你新鲜 你看 好新鲜的 换小根了 大根了 这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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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不可以跟我换鱼 可以吗 划算了 划算吧 就跟你换了 好 那你帮我剁 剁小快点 一手浇鱼 一手浇排骨 来 走 回家炖土鳖排骨汤 好新鲜 好新鲜 好新鲜